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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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去吗 丽儿 等我 那你答应我 去了战场之后 若遇险情 一定要记得躲 是 将军 我方已掌握苗江军粮 位置所在于此 我方若派人潜入 烧了他们的粮草 苗江军队必定 无战而败 只不过 不过什么 苗方军粮 三面被沼泽包围 中间泥潭无数 人一旦进入 就会被淤泥吸着下沉 越挣扎越下沉 根本无法逃脱 我方已想尽办法 非但没有进展 还达了十一条 兄弟们的姓名啊 杜军 杜军 你有何良策 我 我还没想到 好吧 周车劳顿了一整天 大家也都累了 先吃饭吧 是 冷将军 那我也先行告退了 你 没事吧 上面上哪儿啊 这里好危险哪 你 跑这里干嘛 我就是担心你嘛 李儿 你这军队里有规矩 不让女子如内 上针打仗 要是输了 他们会怪女子阴气太重 所以 你千万 千万别被别人发现了 放心吧 府里呢 我已经安排妥当 找人装病替了我 不过在这军中 就要你 好好往往掩护了 你放心 李儿 我会好好保护好你的 你说的 嗯 断军破 我什么都没看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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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进账钱 你给我说一声行吗 是 是 说吧 什么事儿 冷将军中毒了 什么 怎么样了 回将军 冷将军中的是苗毒 小人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大胆 冷将军又有个三长样的 我先卡了你 是 属下绝无戏言 将军要是不信 现在就可以杀了小人 你 将军 这位是我的随司 他家事在从医 让他试一试吧 还在这儿干什么 赶索滚 是 小求你 赶快与将军指卖 怎么样 此毒虽然很毒 但并非无药可医 小的可以一试 还要快快去 如今对于苗人的良老大用 无计可施 将军又陷入危难 难道我军 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吗 将军 昨日我们商议的 穿过沼泽 烧毁苗族粮仓一试 我觉得可行 王爷有何良策 王爷 小心哪 看来这个办法还是管用的 蒋老将军 我认为 英明人诉处赶制 以便机会出发 是 真是天佑我大言哪 你来说心中 坏了大规矩 当下还有什么 比你尽快解毒 然后带领军队征战更重要的呢 将军 将军 将军您醒了 真是可喜可贺呀 贺喜谁呀 将军已醒 王爷又想到了渡过沼泽的方法 替我军解决了一大难题呀 真的 真的 末将还能骗您不成 王爷真是足智多谋 您这位随私 真是可造之才 竟比军医还管用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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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 多亏了这位 药刚喝完就有了效果了 怎么了 回将军 并非是在下解不了这苗毒 只因这解药和药方子有些特殊 怎么特殊 那便是 中毒人至亲热血一中 看冷将军 现今已是好了许多 定然是这解药对了证 只是 这解药的至亲血 从何而来 你先下去吧 是 切记 不要向外人提起此事 遵命 末将也去看看守城将士的 情况如何 冷将军 明日一切便会准备就绪 您看 您让蒋将军的队 派两个人带我们去吧 毕竟他们对这儿比较熟悉 只是 我会与蒋将军商议 你把他安顿好便是 你把他安顿好便是 是 据现人所报 冷烧确实中了毒 但不知怎么把毒解了 儿臣再去探一下详情 算了 莫要打草惊蛇 对付他们二人 还需要从长期 即使我们不出手 也有的是人想压制他们 咱们静观其面便是 还是母妃考虑的周全 那我们就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王爷 王妃 将军 这便是可以对付苗毒的解药 只需要打到面罩上即可 哎呀 还是王妃想的周全 这苗人善于用毒 王妃就专门准备着 皇族的用具 能有王爷王妃在 这是我大燕之姓氏啊 将军过奖了 我看时辰差不多了 要不就把这些面罩 分发给将士们吧 好 我这就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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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